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伊朗的总统遇难,那伊朗要不要报复以色列,我相信啊,很多同学看到最近很多的国际新闻啊,觉得有点绝望,或者说觉得有点失落呀,就认为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点太乱了,这个世界不讲任何的一个道理啊 然后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啊,没有任何的功力,一般的老百姓太惨,一些国家也很惨,你像伊朗这种国家被制裁这么多年,让从苏莱曼尼到什么伊朗啊,伊斯兰革命卫队啊,里面的一些官员,再到现在伊朗的这个这个总统,到最后都是死的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言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失落,失望,可能对于这个世界 但是啊,我必须要跟各位讲啊,这个世界走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它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是一种常态,为什么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因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个极大的变化 大家如果看到了这个变化,大家也就知道未来到底在哪儿啊 就这种让大家失望的这种世界,可能很快就会过去啊 那那些坏人会不会受到惩罚呢 他当然会受到惩罚,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样的形势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伊朗要不要报复以色列 很多同学我相信会出来说啊,这个事情跟以色列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以色列自己也没有啊,这个承认啊,这个美国那边也没有承认 伊朗自己这边官方也说是因为技术的故障导致啊,出现这种悲剧啊 跟以色列是不是没有关系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啊 我也没有十足的一个证据,但是我只从啊 一直以来,这个一直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的一个惯性 来跟大家聊这个事情 以色列 然后的话,一直以来在中东地区啊 不管是摩萨德啊 然后还是啊,以色列的一些军事行动啊 针对伊朗次数太多 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叙利亚的大使馆呢 什么苏莱曼尼啊 以色列搞这种暗杀啊 以色列搞这种奇迹 这种事情,我相信啊 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意外啊 而且这个事情 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现在的内塔尼亚胡而言 他确实是有利可图 为什么 就是要激怒以色列嘛 激怒伊朗嘛 就像啊,这个以色列袭击 这个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一样啊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以色列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啊 对不对 你只要想明白 以色列为什么他不去袭击伊朗的本土 你就能够明白以色列为什么要占 这个这个伊朗的这个大使馆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以色列为什么不袭击伊朗的本土 为什么不袭击啊 这个德黑兰 原因很简单呢 他只要敢袭击了伊朗的本土 袭击了这个德黑兰 那马上伊朗就可以说 我拥有自卫权呢 我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呀 你这是侵略呀 对不对 你都要打我的首都德黑兰了 你都要打我的这个领土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要 要这个卫国战争 对不对 要发起卫国战争 这个时候伊朗 然后攻击以色列 这就是一个拥有正当性的一个事情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讲究国际法啊 这样的一个世界 你不管很多同学认为这个国际法 认为这个联合国 是摆设是这个是那 不管这些 但是这个世界大家都在遵守着这个国际法 哪怕是在伊朗 哪怕是在以色列 同样都是如此 为什么呢 大家都不想要成为那个众师之弟呀 大家都在遵守着这个规则 然后的话 谁要违反这个规则 那你足够的强 大家那你没折 你要是没那么强的话 那大家 那必然要分你的肉吃 然后共享啊 共享在一起喝你的血呀 这没有任何办法的一个事情 你愿意啊 变成大家都这个 这个众师之地吗 你自己去选择呀 以色列 伊朗他都不愿意 所以说以色列 袭击的是伊朗的这个大使馆 他没有袭击伊朗的本土 那走到现在呢 同样也是这样啊 一直在搞这种小事情 小手段 可以说啊 有可能啊 这个伊朗的总统的这个遇难 它是一种意外 但如果不是意外呢 那这个事情对谁有利 对不对 以色列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啊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对于以色列有利呀 有什么利呀 以色列一直都想要让美国人亲自下场吗 如果说伊朗因为这个苏联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这个莱西啊 莱西的遇难 伊朗的总统的遇难 然后的话 开始啊 大兵压境 然后派着大军 就要攻击以色列了 以色列就拥有了什么 正当性啊 拥有了自卫权呢 对不对 我要反侵略了 对不对啊 为什么呢 以色列说我没有 这没有袭击这个这个 这个伊朗的总统 这个事情不是我干的 你伊朗你这就是啊 这就是嫁祸于人啊 你伊朗是大坏蛋 所以说我以色列跟你拼了 以色列就拥有了正当性啊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也会看到 伊朗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总统遇难 这种事情来报复以色列呢 不会啊 这就是那个答案嘛 对不对 哪怕是以色列干的 如果没有十足的证据 没有这十足的证据展示给大家的话 那伊朗也不会去 去主动攻击以色列呀 有些同学会出来说 伊朗这是不是软弱 这跟软弱有个半毛钱关系吗 对不对 你现在如果说啊 因为这个事情去攻击了以色列 你到最后就是替以色列解套啊 以色列可以说我是正 我是一个正当性的一个啊 有正当防卫权的一个国家了 我是一个啊 可怜的国家 我是被伊朗这个邪恶国家侵略的一个国家 那谁还关心加沙呀 所以说伊朗人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来攻击以色列 那伊朗人会不会攻击以色列 那伊朗人攻击以色列 他必然也是别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 替天行道 对不对 你以色列是个坏蛋了 我干你的时候 我叫替天行道啊 我是为了大家呀 我是为了大家来干你以色列呀 这就是伊朗未来要打以色列 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总统的遇难来打以色列 而是因为以色列 对不对 你到头了 你作到头了 我干你 那是大家众望所归 对不对 我打出一个大旗 我替天行道 这就是啊 伊朗要打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总统遇难来打这个以色列 那什么时候 以色列才能到头呢 对不对 什么时候才能有伊朗这个众望所归 去攻击以色列这种事情发生呢 最近的新闻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世界确实有点乱啊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什么这个啊 这个总统啊 什么这个总理啊 斯洛伐克呀 对不对 就各种各样这种奇葩这种事啊 纷纷的往外去冒 但是虽然说大家看到了很多奇葩的事件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那就是大家虽然说都在喊着奇葩的话 做着奇葩的事儿 没人敢特别的出歌 暗杀有没有 有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种刺杀有没有 有 然后的话喊这个怪话的有没有 有 但是大家还在同样的一个规则底下来行事 就是国际法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一个现象 我不让我不给你抓住我证据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反正是啊 我只要是啊 能够能够在这个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搞出一些事情 只要只要没给你留着证据 只要你没有抓着我这个把柄 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但是为什么我这样去做呢 因为我在遵守国际法 这是这个世界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然后的话这个以色列什么时候能够成为这个重视之地 最近大家也看到了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湖 以及啊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不已经被这个国际法院来通缉了吗 对不对 你犯有战争罪 然后的话你以色列现在是什么是大坏蛋呢 对不对 以色列这个形象彻底已经坐实了 美国人呢 美国人替这个以色列进行辩解 对不对 但你美国人替以色列辩解 那你美国人也是个大坏蛋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 那美国人辩解这个东西啊 那可能对于美国影响不了啊 太太大吧 我跟各位讲 影响大了去了 为什么这样讲 在联合国美国已经成为了这个重视之地 替以色列人讲话 美国人已经成为了重视之地 对不对 投票的时候 美国人一票否决权 你看起来啊 一票否决权也好硬 中国也有 对不对 你看起来一票否决权好硬 但是你用的多了 用了久了 谁还听你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绝对大多数的国家 都是弱国中小型国家 然后呢 这些国家为什么同情巴勒斯坦 因为他心有气气焉 因为他面对着一个强权 以色列 巴勒斯坦面对的强权又是以色列吗 被以色列来回的折腾 然后呢 那全世界绝对大多数的中小型的国家 他都 他都会遇到强权呢 别说他周边有没有强权 那这个世界还是有几个超级大国 中国和美国 对不对 如果说啊 这个大国强权欺负弱者 而且欺负了七十多年 而且确实种族灭绝 这种事情都没人发生的话 那这世界的中小型国家 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这些国家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他们怎么办 他们就会耸了吗 没人会耸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他如果怂了 他就认同了 你可以随意的来威胁我 随意的来收拾我 现在呢 现在大家不认同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现在就要开始反抗啊 你拿着别人的命开始玩了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在全世界的意义 就是给那些中小型国家 给那些弱国看一看 对不对 谁在支持着强权来收拾弱者 收拾了几十年七八十年 种族灭绝 种族隔离 这些事都做绝了 对不对 而且啊 实施种族灭绝 种族隔离的这一方 还还没有任何的代价 你美国还在保他 那我们这些弱国 这些中型国家 小型国家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得想一个求活的办法 你这叫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吗 项羽吗 大家想想楚汉争霸时候的项羽啊 韩王城 对不对 韩王城就因为跟刘邦有点关系 韩王城 然后呢 到最后什么结果 被项羽封为韩王 对不对 被项羽封为韩王 封完了这个韩王之后呢 项羽就没把这个韩王城 放回自己的领地 就一直扣着这个韩王城 然后降为侯爵 从王降为侯 降为侯之后 弄死 这就是项羽干的呀 大欺小 谁能说我项羽一个不字 谁敢说我项羽一个不字啊 对不对 楚怀王啊 你跟这个刘邦 你有关系 对不对 楚怀王啊 你敢封这个刘邦为王 啊 那个 你跟这个刘邦 你勾勾搭打打 楚怀王 楚国人 自己扶植起来的楚怀王啊 被项羽弄死 对不对 对比项羽弱的那一头 项羽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的话 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当时 当时分封了十八路的诸侯王 对不对 那些诸侯王怎么 啊认了 怂了吗 没有啊 没有怂啊 表面上对着项羽是啊 这个唯唯诺诺啊 项羽啊 霸王 对不对 你最厉害 你最棒 你立巴山西 你气该是 你最厉害 是不是 是 可是真出来了刘邦的时候 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哪怕是啊 给这个项羽干黑活的鹰部 对不对 都投降了刘邦啊 对不对啊 然后原来这个项羽亲自封的这些诸侯王 都纷纷的倒向了这个刘邦 没人跟这个刘邦顶着来 为什么 你恨你项羽啊 恨你啊 我们是中小型国家 我们是弱势的一方 你在那玩大欺小强欺强欺弃弱 那我们可能拿你美国没辙 但是我心里怎么想 我绝对不接受啊 出来刘邦的时候 你看我配不配 你看我配不配和刘邦就完事了 刘邦带着兵一来 马上投降 一点都不带反抗 一点犹豫都没有 替项羽干黑活的鹰部都投降 为什么 你美国人继续玩啊 对不对 美国人继续玩啊 这也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什么讲 对不对 替天的行道啊 捉到头了 以色列 国际法院都要来 对不对 你以色列啊 违反了这个国际法 你犯有战争罪 我要抓你了 对不对 这个趋势停得下来吗 很多东西真的是啊 应该会觉得绝望 什么时候都让这帮坏蛋付出代价 大家没发现 让这帮坏蛋付出代价的这个过程 一点都没停 为什么 你像以色列 有可能暗杀 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 为什么像什么 这个斯洛发克的总理 遇袭等等 最近这个世界发生奇形怪状的这些新闻 为什么发生那么多这种奇形怪状的事 原因就俩字急了吗 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国际的局势停不下来了 针对以色列 针对美国进行施压的这个趋势停不下来 那对于美国 对于以色列怎么办 只能出这种歪招啊 正大光明的手段是使不出来了 有本事 比如说像以色列 有本事 你把加沙城那大哈马斯全消灭了 有这个能力吗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最近又出来了一大堆的这种哈马斯 对不对 体操运动员 就这种小视频 对不对 然后再近距离炸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梅卡瓦的这个坦克 近距离袭击以色列的这个士兵 出来了一大堆的这种视频 你以色列无能啊 对不对 你打不了这个哈马斯啊 你还要打 你有本事 你上大道 真的是啊 你啊 这个真刀真枪 你跟这个以色 跟这个哈马斯 你干一干 他又没这个能力 对不对 只好出这种歪招 出这种邪招 显示自己好像很厉害 但是这叫什么外强中干呢 他没有上大道的一个能力 没有执行自己心中最核心那个理念的一个能力 只能出这种小招 这是什么 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变化的一个阶段 真正这个世界发展的这个大趋势 你能看见吗 对不对 这个趋势是什么 以色列 美国人 更进一步的成为世界的公敌吗 尤其是以色列 如果确实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公敌 对不对 如果说以色列在犯点什么大事 在干点什么 人神共愤的一些事 那个时候 不管是伊朗还是沙特都得上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伊朗去干以色列 绝对不会因为什么自己的总统遇难 谁怂了 谁没怂 就是小孩子打架这种事 你不敢 你敢天天拿这种理由 决定去不去打一场战争 伊朗沙特这些国家 绝对不会因为这种理由去干以色列 去干以色列的理由 必然是 对不对 你以色列你出大问题 我干你 我是代表着正义 那讲到这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那伊朗去干这个以色列 沙特去干你这个以色列 如果能够赢的话 为什么现在不去呢 你得是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替天行道啊 对不对 你把这个道 你得你得给他啊 先铺垫好了 你替天行道 他干坏事 然后呢 这些事才会顺理而为啊 顺应大事而为之啊 这样的话 你这场战争赢下的可能性才会极大 因为全世界都得支持你 全世界都得支持伊朗 全世界都得支持沙特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现在你看到拉美 对不对 必然也会支持 必然也会支持啊 像这个伊朗沙特这些国家 那未来 在慢慢慢慢发展 你等着看欧洲人 如果法国人说了 我支持啊 这个伊朗 我支持沙特 要惩罚一下这个以色列 那个时候才叫真正的变天呢 很多同学觉得啊 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吗 你就看一看以色列人 干的那点人生共分的事 就相当于啊 伊朗的总统 然后出问题遇难 这种事伊朗人给他吞下来了 但是啊 公道自由啊 自在人心 对不对 大家都会怀疑去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干这种事又不第一回 对不对 等这种事积累下来了 以色列再干点什么人生共分的事 那个时候你等着看欧洲人怎么说 对不对 那个时候以色列真的是想哭啊 你都找不着地方来哭啊 那讲到这个沙特和伊朗 怎么去干这个以色列 沙特那边有没有合成旅啊 对不对 有没有从解放军这边买的合成旅啊 对不对 伊朗那边是不是又有点新 又有点什么啊 这个神仙的传授了 这都不好说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这个趋势还在往前去走 没有必要在这个趋势 完成这个趋势 完成这个大事之前 然后伊朗说了啊 你你你让我的这个 你袭击了我的这个这个总统 对不对 你暗杀了我的总统 让我的总统遇难了 我跟你以色列拼命 如果是这种理由 那叫为一己之私 对不对 如果啊 你袭击了我的伊朗 但是他又拿不出十足的证据 因为这种理由去打仗的话 这叫为一己之私 如果是为了大家 来干那个邪恶的国家 对不对 那叫什么呢 那叫为了大义 严生大义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这个 大家把这个趋势看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 未来这样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这个趋势 大家觉得能挺吗 大家真的可以看 这个世界啊 最近啊 你看起乱七八糟 可能会让很多的人失望 但是本质上 你看到的是谁在慌 谁在心虚 谁在怂 你包含台湾同样也是如此 对不对 台湾那边 很多同学啊 特别可爱的 很怂不觉说了 台湾那边 你看赖清德讲这个话 好好好厉害 厉害什么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哪厉害呀 对不对 有本身让台湾独立呀 你讲那种话 台湾是一个什么什么国家 前面说了呀 你又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又在那讲究台湾 你到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呀 是不是个小骗子啊 对不对 讲了那么多啊 讲了一大串的话 那屁话 你什么时候能够能够独立呢 对不对 天天说怪话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得看到台湾背后 台湾的这个问题 台湾这些事情背后是谁 那个美国嘛 对不对 今天的新闻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 最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今天这个新闻了 关于台积电 啊 这个 这个如果中共啊 敢要动台湾 对不对 我美国啊 有这个能力啊 我美国跟这个荷兰的阿斯曼啊 有这个能力 让台积电的设备 要出故障 大家没觉得这个新闻特别的怪吗 你以为这个新闻是讲给大陆来听的 这个新闻讲给的是台湾来听的 大家明白吗 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啊 这个如果你台湾啊 这个如果中共啊 这个攻击了台湾 我们就要把这个台积电给炸了 他要光刻机给炸了 他为什么不这样说 为什么说啊 我不炸 但是我能够啊 让这个这个光刻机啊 出故障 那就是强调一下 你不听我的话 你台湾不听我美国人的话 对不对 你哪怕不发生战争 你的光刻机 我也可以让他出故障 你生产不了芯片 坑死你 这不就是逼着台湾 要听美国人的话吗 那赖清德 他讲那些话叫硬啊 那不就是啊 豁出去了 但是豁出去了 也怕呀 我讲 我赖清德讲啊 台湾就是一个什么 亚洲第一个啊 同性婚姻的国家 对不对 看起来讲这些话了 回头又讲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你看起来是硬啊 本质上是什么呢 不是还是怕死吗 有本事把那个什么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这句话别讲啊 直接讲硬话呀 对不对 那谁让他讲这种啊 找死的话呀 那个强调我 能够让你的这个光刻机 然后出故障的那一方 对不对 你得听我的话 我能 我让你 让你的经济出大问题 你听不听 对不对 大家以为这种事 特别厉害是吗 招人恨 招人恨哪 推着别人去死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得听我的 你得跟大陆顶 你跟大陆拼命 对不对 你跟大陆啊 说硬话 你最好让两岸的战争打起来 对不对 你看起来啊 他好厉害 他能够让光刻机出故障 他厉害 他厉害个屁 厉害个猫 对不对 推别人去死 刚开始 别人害怕你 啊 你慢点推 慢点推 别推那么快 我摔倒了 你真推到 下一步就去死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看 被你推的那一个 回头要不要给你一刀 这就是美国呀 大家以为看起来可厉害了 他没有别的招了 推着别人去死 对不对 大家以为这种事叫厉害 幼不幼稚啊 就那种那种特别可爱的网友 还啊 那台湾怎么怎么着了 一台湾独立不了 说那几句屁话 他怎么就独立了 怎么独台独大业 又往前更进一步了吗 这是一二 对不对 整个问题背后 谁在搞事情啊 谁在逼着台湾 要听他的话 对不对 那个人是坏人 但是那个人出出这种招 这是高招啊 这是下策好吗 对不对 自己不往前冲 自己没有办法 如果说你能够 比如说如果你是美国 你告诉台湾 台湾你跟着我美国走 你发大财 台湾你跟着我美国走 军事科技 实力让你翻三倍 这才是大 这才是干大事的 结果走在现在 你不听我美国的 对不对 我让你的官客机有故障 这叫什么呀 这叫 这 这就是一脸的败相啊 为什么他做不到说 你跟着我美国走 我让你的实力翻三倍 因为他自己实力都不计了呀 他只能出此下策呀 未来会在会如何啊 可能这个世界还会有一些动荡 但是这个世界的大趋势已经出现了 就因为有一些人 有些国家拦不住这个趋势 他只能出一些歪招嘛 这种歪招 这种小招 这种 这种奇形怪状的这种事情 大家不要以为 好像这个世界好像很黑暗一样 其实大家慢慢看下去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那帮人的绝望啊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嗯 嗯